我們今天要去威尼斯囉 雖然也不知道去威尼斯的行程是什麼 可能就是一直在迷路吧 逛街跟買一些帽子或是一些娃娃 我覺得我們真的早上起來真的 聲音很雅 我沒有上去唱歌 居然有什麼聲音會很雅 昨天我們在那邊很晚睡 然後又吃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要進行 唯一六八就是暫時不吃早餐 我們今天是住在威尼斯的主島上 所以等一下我們到的時候 我們還要再拿換海的火車道 因為其實威尼斯那邊的人就是 如果你想住到比較新的旁 就是比較 生活機能比較方便 對 比較方便的話 都不會住在那個觀光島上 因為那個島上就是又貴 然後又貨 我們現在到威尼斯的主島了 然後我們現在到我們的民宿 可能還要一剩子 從美朗娜搭過來才一個多小時 所以還蠻順的這個行程 然後等一下我們去放完行李之後 我們就要再 看到大家什麼車去 Luca那個站 Rushia 就是那個所謂你們要去 馬克波羅廣場那個地方 因為明天是要參加那個 不再年輕的摩尼塔的畢業店 除了在米蘭買過的是 花圈給司司寧買畫面在這裡 但是我們沒有 在威尼斯買過花圈 所以也是有點不知道怎麼買 所以我們只能要求 當事人進去自己的花圈 讓我們付錢 而且聽說摩尼塔 一定要穿類似氣泡的東西 所以它不要熱門 我們現在還在這個位置 等我下一個站以後呢 我們就會在這裡再停一個站 然後呢 就會開始過這個跨海大橋 然後移路到這個主島這個位置 這樣就沒有車的城市 然後呢 到這邊之後呢 你要去其他地方 就只能靠坐船了 我們現在預告一下 今天哥倫會買多少東西呢 不會啊 他會買啊 我這樣問你還是還好 我不會 我不會 我信你個拐 其實我他會買 那你很高興嗎 我會年輕 其實我他會買 我們可以看著他今天用杯買新的帽子 大家有看到我在那個 第一島買的那個斗篷嗎 我就是在威尼斯買的 非常的怒急 那個店叫什麼 叫做 莫妮卡的帽子 等一下我要跟他裝熟 我們現在就是應該往 馬可波羅廣場過去了 要過這個橋 其實威尼斯很漂亮 但是就是非常的熱福 好在我們從不必說明 威尼斯位於意大利一個獨特城市 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交通方式 聞名於世 威尼斯最著名的景點是他的水道系統 他的城市內沒有任何的汽車 交通主要依靠運河以及水上的巴士 獨特的交通方式使旅客能夠欣賞 威尼斯獨特的水上景觀 包含運河上的精美橋樑 古老的建築以及浪漫的小船 最大阿菲羅斯坡 請大家來義大利要記得嗎 我們現在在被窄 被窄 哇這牌子真大 然後我點了一個是他們的威尼斯的墨魚麵 星星鏈的墨魚麵 這個就是普通的海鮮麵 不是普通的 就給很好吃啦 好吃嗎 我們現在要去Monica的帽子店 義大利每個城市都很不一樣 像是佛羅倫斯就是很漫步的古蹟城 然後威尼斯就是會水都 就知道它真的是公車船 就是公船什麼東西怎麼講 反而就是它就是一個水路的地方 你們大家看這邊 哇 會塞船喔 這裡看我們知道塞車但是會塞船 歐洲旅遊最悲劇的事情給大家看 就是這些扛行李箱的姐姐們 小莫妮卡 我沒有在這裡買貨藥 年來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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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他心心念念的 莫妮卡的帽子店 我上車去買 我上車去買 是個很古色古風的小店 然後裡面還有很多帽子 很大的帽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店 这是我去年买的走风 其实还蛮可爱的 还有买帽子 我先买一个回忆好了 这个人拿人家的手机 然后拿人家手机要开始自拍 笑死我了 给钱了吗 这个人卖的胜利的步伐就出门 我们就给你走了 威尼斯他其实就是一条路 然后其实有时候导航会迷路 然后我觉得这边很有趣 是因为他就是一个不同交通的方式 他用水路的方式去旅游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我们看到这个丑萌猫 很像吗 丑萌猫 好可爱哦 我们这20分钟的路走快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完全是靠着指标 因为你的导航也不准 我刚才跟他说 Samporo在哪里 他把以后我要去银行存钱 Samp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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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走得很累 但是就是很热 零星 嗨嗨 好热 我们俩就有点不够睡吧 走要时要火 我都会走到这个光场 不知道我们今天在什么 刚刚那餐天竟然说我们音乐费 这太扯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哇这盘子真大欸 然后最后还是我们在座里面也听不到 威尼寺也以美丽的建筑著称 尤其是圣马可波罗广场上的圣马可波罗大教堂 这些建筑展现了拜占庭哥德士风格的壮丽 充满了艺术与历史的价值 此外威尼寺的建筑也包括了许多古老的宫殿和色彩斑斓的房子 使整个城市看起来像是浮在水上的恐慌世界 我们现在已经到我们的民宿了 可是因为我们的民宿就把他们设计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他冷气走客厅跟走完一种 就是意大利有那个所谓的拉的那个门 前面的主客就把那个门这样咻拉到最顶了 所以拉到最顶之后他就下不来了 然后我觉得他们还在寻 然后你看这是我们的 不懂他们的逻辑 为什么要把 要把冷气装在里面 然后房间扯不到了 诶 这里是阳台诶 刚刚他们就是在修这个门 高级的车缝机 我们现在决定要去吃旁边的餐厅 不想走太遠 现在吃饱了 然后我现在就随便散步一下 晚上的时候在这种小镇 其实这也不是小镇啊 这也是那个威尼斯的主岛 就还蛮漂亮的 然后住的民宿其实有点比较离市区远一点 可是其实反而可以更能体会他们在这个当地生活的情景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整条路上 半条人 半个人都没有 就你会觉得威尼斯好像是一个大的观光景点 可是其实他主要的景点都是在圣马克广场附近 然后这边就是其实是主岛上会比较没有这么多景点 因为如果你都是踩大点的行程的话 其实对你来说蛮辛苦的 因为你每天都要一直赶路跟完成那个目标 可是你有时候如果是这样随便满目标的走走的话 反而是会很有趣 比如说你吃吃看你民宿下面的餐厅啊 然后不要去相信那些评比 因为必须吃饭就吃饭嘛 就这样随便换话也很好啦 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啦 因为特别是如果是女生一个人在欧洲的话 其实很危险的 然后我非常的真的再度推荐大家 一定要趁着现在七八九月 安排到Velona参加他的歌剧集 因为他的歌剧集真的非常的有趣 公元前八十年就已经有的一个剧院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 找地方吃冰 水美食小地图就是这个荒州野外 还可以走到家冰店 看我怎么瘦啊我的妈呀 刚这店啊半个人都没有 但是因为我来那个代彩了 好多人哦 现在是早上八点 我们现在准备起床 然后要去拿那个花罐 因为意大利的毕业他不是带那个学士帽 他是带那个桂冠 所以我们已经订好了桂冠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拿 我们现在到达了就是这个花店 他八点四十五才开 很特别是在意大利他们毕业 不是带那个学士帽 是带那个桂冠 他是象征说就是智慧跟学士的象征 然后如果你要订桂冠 可能要前四天就要订了吧 因为大家都会一起来订 虽然我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要做 可能做四天做这么久 可能要去找月桂夜吧 来 心情如何 就这样子了 你这样是不是 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你的项目 我不想要讲这个题目你知道吗 真的好烦 谁敢忘记行李招车 他要讲他 我们现在经过这个摇摇晃晃的海 漂泊了到威尼斯美院 如果你在这边上学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崩溃 就每天从主岛这边还要等船 然后还要跟游客抢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海浪一波一波的来 威尼斯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还有很多个桥 我们感觉像是在海上的漂岛 就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因为它交通的特殊性 所以造就这边美术学院它的特色 跟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创作的方式 我觉得都是偏向比较多手工 因为必须它们的交通的补房 没有办法这么好运输这些材料 好了我们到威尼斯美院啰 加油加油 是他的亲友转的 来介绍一下就是我姐姐 嗨 你好 我是他姐姐的同学 我现在就在帮你托米塔 要那么搅揉照做的吗 刚刚教授给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听不懂意大利语 你要总结一下吗 我们是英雄的 见见见总结一下 我要做一个经验的 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女生 然后也工作了很多 非常地优秀 她的作品还不错 希望你继续去 去她的工作室 去学习 教学 那你说什么好 她们当然不会去 多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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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自然一點 不要錯 左脫 怎麼綁不下來 怎麼綁掉你頭髮了嗎 哈哈哈哈 恭喜莫妮卡畢業了 好可怕喔 我現在錄一個字都沒寫 好 你們可以一起對著鏡頭喊什麼很開心之類的嗎 這樣 開心開心開心 我們先恭喜 莫妮卡畢業了 然後就會掌聲在煙火 還有什麼新的教授 剛剛教授呢 給你什麼評語呢 你再不可以跟大家講解 教授說我是一個很樂觀的女孩 然後工作也非常賞智 然後作品難度也不低 然後叭啦叭啦叭啦 有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有些我沒聽懂 莫妮卡要離別這裡了 難過嗎 很難 你怎麼這麼開心啊 這當然開心 快一點 不用不用搖啦 他會 他一定會 哇 哇 阿姑莉 阿姑莉 小甜水啊 我的姐 小甜水 來 全是綠的 畢業快樂 終於可以逃離這個地方 你還年輕嗎 當然年輕啊 哈哈 是嗎 是嗎 我愛年輕 哈哈 大家可以問了要來念溫妮斯每月的一些建議 麻煩聽聽的滾 未來會進行從事繁華方面的工作嗎 可能吧 就是有錢的時候 來 走 你換一點 轉身 微笑 手舉起來 我們完成任務了 我們來溫妮斯的主要的mission完成了 要講兩句話嗎 跟莫妮卡就是祝福她一下 希望你繼續捲吧 剛剛我看到有朋友送你酒耶 就是祝你捲一輩子好慘啊 我們現在在聖洛可大叫大會堂 然後聖洛可這個名字是一個當時的取出瘟疫的神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參觀還蠻符合現在這個時代的精神 所以它以前是一個聚集地 然後上面的天花板真的太漂亮 然後我就喜歡它這個燈很美 威尼斯真的是很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真的累到 熱熱到頭痛 但我剛剛就是在某個店就是團隊領記動 買了一張10塊的樂透彩 結果送了20塊 就等於是一趟了威尼斯的船票 就等於是一趟了威尼斯的船票 給你最後留下一點點好的音響 對 然後大家如果說在威尼斯要寄行李的話 可以在這個車站的1號的月台的話 在那1號月台旁邊可以寄放行李 但是你的行李不要太招搖 就是不要買一些那種 你知道嗎 那個阿開頭的牌子 就很容易被拖被撞被搶 請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掰掰威尼斯 暫時不會再來了 我要死了 希望它不會這麼快成功 我們再一次恭喜夢尼卡比耶 喜歡我的頻道可以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隨時收到米蘭最新的生活日記喔